講給你聽,長哥經常都收到別人向我表達,在那裡慎 很慘,其實別人慎也有他慎 但我都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如何過到這一關 經常出現的,當你生命進步的時候,就有很多困難 講什麼呢?聽著吧 有些朋友在我們的WhatsApp群組說 外出吃飯好像打仗,好像考試 要記住走這麼多夜,做人真的很累 他就列了些東西出來,又要走蔥,又要走蒜,又要走味精 又要走什麼,走肉不用講,又要走魚露 哇,萬千樣東西要走,即落單的時候 在餐廳,在酒樓那些,就是沒口好吃 他只有選擇的就是走光了那些東西 譬如公保雞丁,我自己未吃生的時候,之前都試過 公保雞丁,就走光了那些雞 有另外一位講,長哥,我試過老闆請喝茶,我只坐,連菜都不吃,很不給面子 所以,我有時跟家人吃飯,都說連菜都不吃 整條人說,我怕菜有豬油,我不是經常出街吃東西 多數人說我吃齋,只是不好意思不去 很多中式的食店,下單的時候,說明少油少鹽,廚房根本就不理你 照樣是好,周圍都是油,超鹹,完全沒辦法 我收到很多查詢,說你聽,我自己都曾經恥苦 這個是一個過渡期的階段,當你吃素的時候,因為周圍環境是不友善 人家就不瞭解,你生氣到無謂 現在我明白到,很多好東西都是這樣,根本就不是問題 它是問題,因為你認為有問題,別人都不覺得有問題 是你覺得有問題,你說不是啊,我真是遇到這樣的困局 於是人家就會說你,你這麼執著做什麼呢,什麼叫執著呢 執著就是,你一定要有這樣的結果,你才是滿意開心 為什麼我說,只是你認為有問題,所以才是問題呢 那麼看開一點,你說我什麼都不吃,沒有東西對我吃 那麼就不吃咯,那就撞斷吃咯 或者你可以打定底才去吃咯,或者是做定功課 做定功課去看一下有什麼東西在那種的食肆可以吃到咯,總有辦法的 最大不了就不吃咯,有很多方法跟周圍的人解釋,即使是老闆 所以我們上食課程尾是要講很多這些東西,等他們明白咯 就是,習慣了就不當是一回事了,現在我想說行動,要做事的 第一,第一就是剛才我說,做功課,知道哪裏有豬油,如果當你是吃全素熟食 哪裏有魚露,你就走了咯,譬如日本、韓國那些泡菜是分分鐘落魚露的,還有些魚仔的肝 好像我們的白飯魚乾,越南菜又有魚露的,那就做了這些功課 你覺得這些不可以接受,那就不要吃咯,你要知道 譬如,哪裏蛋炭是落豬油的,如果你不接受豬油,你知不接受靜脈油呢 是不是靜脈油就更差過豬油呢,你要做這些功課 第二,你就要實行,你有這個信念,那就去做咯 我覺得最終極的解決方法,即是說,不是見招拆招的,而是根據你的夢想去做 我覺得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變心,就是你整個心態,整個mindset變了 剛才第一位朋友說,好像打仗一樣,很辛苦,做人很累 為什麼不可以看,這個是一個考驗,這個是功課來的,過了就不累 你不要覺得很辛苦,這個就是教我們神福,教我們感恩 你學到神福,現在是這樣,這個是所有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所以我多謝這個環境,我多謝這個考驗,讓我可以更加有智慧 生命就提升為道,我們之前做童軍就講三樣東西,就叫智人勇 其實原來我現在明白,這三樣東西,是生命裡面很重要的功課 第一,智就是考驗你的智慧,考驗你懂得多少東西 還有可以怎樣解決個問題,你的IQ這些,這個是智,你有足夠的智慧 足夠的知識,問題就可以解決的,第二就是人,人是愛心的考驗 因為你覺得吃素是功德,如果吃肉,吃蛋,吃奶,是對不起動物 這個是愛心的考驗,你可以避到,就是愛心,如果真的避不到, 哎呀,不過意剛才那些東西有豬油,算了,你又不是想的 還有同台吃飯,跟媽媽吃,為了讓媽媽安心,愛不只愛自己,愛了他們 那有什麼東西我們可以做呢,是不是吃甜品素可以解決呢 或者破一下解也好,超完我的底線,吃點給媽媽看,這個都是愛的表現 還有知人勇,勇就是你定力的考驗,你有沒有行心,有沒有毅力 有決心有多少,是不是可以信那樣真是做到,這些 所以很多東西我們生命裡面發生的都是我們的考驗來的,令我們升班的 你過了這一關,人生境界又豁然開朗,老闆發明,所以不要覺得那麼慘 沒有需要覺得慘的,每一次我們覺得,哇,這一關很難過 就是因為上天的宇宙有劇本,是看得起來,才給你這麼難的題目 回頭看來,回頭看過去,好像我現在這樣,這些濕碎,有多難 慢慢覺得,不要放大這件事,不需要放大這件事 生命裡面有很多東西值得感恩的了,不差這些一樣 這樣咯,如果你覺得這條片是有價值的,留言,講一些話給我聽 你學到什麼,你的體驗是怎樣的,長哥是否在這裏講風涼話呢 告訴我,還有傳給其他人看,加入我的頻道,拜拜 拜拜